新闻首先来关心市政建设 高雄市交通局的区域整合和智慧交通两项计划 获得2017年智慧城市创新应用奖 交通局长陈敬甫25号将这份荣耀献给市长 陈局市长表示这项殊荣得来不易 希望市府团队不要松懈 持续与最好的成绩提供市民最好的服务 市府交通局是以交通区域交控整合计划 以及4G交通智慧好行服务合作计划 提报角逐2017年智慧城市创新应用奖 两项进化同时获奖 在智慧交通领域中拔得头筹 由交通局长陈敬甫将这份荣耀献给市长陈局 请市长请到台前来接受我们的献奖 高雄市政府积极推动产业转型 期许借由新科技应用整合 提供城市治理解决方案 而智慧化和低碳人本的交通系统 是未来交通系统发展的主要趋势 市长陈局表示 这次交通局领先全台 获得第一非常不容易 但希望市府团队还是要持续努力 我们能够得到在智慧交通的部分 区域整合的部分 能够得到几乎全台湾第一名 这是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经常跟你说 不要因为我们得到很多的奖项 你们都太良心 大家都感到理所当然 不是这样 这是得来不易 我认为我们对每一个奖项 都要非常的珍惜 所以一定要好好你们在媒体上 应该好好地宣传 古山卡马钦地区 今年10月将举办第三届 生态交通全球盛典活动 将导入具有绿色洁南 智慧科技的运输服务 让民众体会生态交通所带来的好处 创造高雄成为生态一具城市 港都新闻张世民赖昌邦 采访报道